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知识而丰富嗓音再来炫酷 光一个被引完了一属就能吸引粉丝无数的刘老师 前段日子呢我吃了个瓜 是关于冰封侠时空行者的片方跟主演镇子丹 就这个烂片的锅到底归谁的一场私逼大战 具体这个电影获得2.7的高分赖谁早先不提啊 但他们确实是勾起了我对这个片段的兴趣 好寂寞 好空虚 不过因为现在个线上看不着 完了我还不乐意花那个钱去电影院 毕竟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寡来的 所以今天咱们要看呢 就是这个冰封侠时空行者的前一部 由原版人马打造的3D魔幻巨制的3.6分电影 冰封重生之门 电影一开始一个拉货的司机乱扔垃圾 一股妖风刮过 垃圾就被卷进车底盘了 然后把刹车给变坏了 于是大货车就从天而降 砸在了一个老汉家里 老汉也纳闷啊 现在拆迁都这么猝不及防了吗 紧接着从车上掉出来的货里 钻出了一个浑身冒白烟 掉冰茶子的男人 就在我以为他要放什么大招的时候 他真的放大招了 这是啥呀 高压冰雕在线辞车呀 其实这个由真子丹饰演的冰雕 不对 那个男主阿英是明朝的锦衣卫 想当年阿英还有三个好兄弟 分别是大哥阿龙 三弟阿虎和四弟阿狗 四个人本来处挺好的 结果阿英被陷害 大哥阿龙以为自己的媳妇被阿英杀了 非常的愤怒 就连阿虎和阿狗也一块跟阿英闹掰了 于是他们就在雪地里叮咚咳起来了 咳着咳着就雪崩了 他们几个就开始滑雪 滑着滑着他们就被雪给埋住了 埋着埋着就过去四百年 四百年后 阿英阿虎和阿狗意外被解冻了 不过因为阿英先醒的 所以就跟那俩人分开了 那有同学可能就好奇了 还有一个大哥阿龙去哪了 电影里是这么解释的 说大哥阿龙其实18年前就给长白山醒了 完事一路从长白山流浪到了香港 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阿龙杀了跟他长得很像的警察 从此冒充这个警察一步步的升职加薪 现在阿英解冻的事 他已经知道要开始行动了 而且还有一个知识点 那就是他们如果想再回去 就要借助一个叫Linga的东西 开启时空金球 那到底啥是Linga 在相处的时候阿英还发现 小美之所以抽烟喝酒烫头 都是为了她那个生病的老母亲 阿英非常感动 原来你是一个好女孩啊 镜头一转 阿英找到之前家被强拆的老汉 但这个时候的老汉已经被阿龙收买了 把阿英关在了厕所里 打算使一招坑中捉鹰 结果万万没想到啊 阿英早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 还将计就计的使了一招 炸使 漫天的自由飞翔 滋润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阿英顺利逃跑 紧接着阿英发现 当初他跟阿虎和阿狗 被货车运来香港 遭遇这老鞋烂糟的事 都跟一个姓邓的有关 而这个姓邓的 其实还跟阿英的大哥阿龙有关 这边阿虎和阿狗 辗转来到了小美工作的会所 拿出了一张纸 其实阿虎和阿狗是来找阿英的 主要是为了四百年前的梁子 要继续捶他 两边在壳的过程中 阿英受伤了 逃出来之后 小美送他去医院 结果阿英随身携带的拎嘎 还让阿龙手底下的人给收走了 于是就出现了 小美跟阿英 骑着小绵羊 把跑车碾得扔扔撩 两边速度不相上下的局面 后来发生车祸 小绵羊撞废了 阿英又改骑马追跑车 于是出现了司机 让阿英给车里边拽出来的尴尬局面 哎 这跑车让你开一点 太失败了 紧接着 阿龙 阿虎 阿狗 都追上来 又在大桥上跟阿英 叮咚一顿壳 是车玻璃也干碎了 车身子也干废了 被迫吃瓜的乘客们都疲惫了 管事的警察也都心累了 你说说你们几个啊 加起了一千多岁 比王八岁数都大了 怎么就不能稳重一点呢 大明都亡了 还给这扎乎啥呢 他们几个打了半天 也没分出来个胜负 阿虎一看 B虎子掀门脸 必须给你们露一小手了 于是他使出了珍藏400年的口臭 结果让阿英一拳就给撂倒了 阿龙射阿英的麻醉针 也让阿英怼阿虎脖子上了 在他们几个的不懈努力之下 瞧到要干塌了 搁字我就想问一句 刚才来的那群警察人呢 能不能出来控制一下局面呢 然而还没等到警察出场 阿英就被飞来的汽车怼水里了 紧接着阿狗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喊着二哥就追水里去了 再也不是之前喊打喊杀的塔了 这哪是阿狗啊 你这明明就是金鱼啊 电影结尾似乎是为了呼应开头 又整了一段四兄弟一起撒尿的回忆 气质丹田 暗存内惊 发 有谁不知道我们四兄弟 是全京城的撒尿罪员的 要我说你们这个兄弟情味挺大 挺走甚呢 据说这个片港版有113分钟 不过我看的这版只有86分钟 可能是把其余的那些尿尿的片段都删掉了 看完这部电影 我就坐那边回忆 然而除了前后两泡尿和当劲一泡屎 其他的啥我也没记住我 我贼害怕多年以后回想起来 还以为自己是看了一个半点的毛房的诱惑呢 时隔四年 这个电影的第二部终于上映 不过在电影上映的第二天 官方就开始主演真子丹 说上到编剧导演定方案 吓到灯光音响放盒饭 真子丹都要插一脚 最后硬生生地插出了这部 刚一上映就收获了豆瓣2.7高分的烂片 这事儿除了之后 真子丹也做出了回应 大概意思就是 你奶那个爪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分低吗 不对 问题的关键是 这他妈前作都烂成这个尿性了 你们竟然还敢制作第二部 心里是真没点高数函数未知数了 是不是 四年的时间都磨灭不了 你们霍霍观众的心了吗 第一部 好于1%的动作片和2%的奇幻片 到了第二部 直接就好于0%的动作片和奇幻片了 人呐 总是要有突破 不求最次 但求更次 对不对 行吧 这期就说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